欢迎各位回到新一集的港马攻略 完了香港马龟 但是赛事其实就一直都不会完的 转一下眼就来到暑期海外赛事开始了 没错 接下来第一个大赛期就是古活赛期 还有英国王家市局的英王錦标 接下来这两项大赛 就是这几项大赛都应该会挺好看的 没错 因为是一个叫做 我们去年也跟大家讲过 叫做一个汇聚点 就是这三岁和连长马开始交手 就是测试一下他们的实力去到哪里 因为之前都是同龄马跑 没错 那接下来英王就接下来三岁 看看可不可以挑战一些大老虎 是的 其实都是叫做他们真正挑战连长马的第一个里程碑 那看一下他们可不可以成功挑战 因为往往成功挑战到之后 跟着他们的成就都不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近十 这场英王錦标的近十届的冠军 那其实都有不少很出色的马 那比如说 有单山梦和承传宝 就两批海船门大赛冠军 那甚至 譬如说高地之舞 容后再决 提活达 这些都是很出色的马 是的 那去年赢的那只就是阿大爷 还有三岁 那他赢今场都有份跑那只万胜飞 没错 那看看万胜飞 那你可不可以阿大爷不在这里可以试试坐正 看就这样看了 那但是就是上年对着阿大爷 那今年其实都对着两批三岁马 那所以其实都一点都不容易的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都做了个数据给大家 就是说三岁马在这场赛事的成绩是怎样 其实真是不错的 是啊 那但是当然了 你说如果赢到那些呢 通常都可以再更上一场 当然是啦 那但是你说就算是赢不到跑得近 其实都不差的 你看看这些数据 除了去年阿大爷是赢之外 是的 那么再数下去已经是成全保 真的是一样一样一样 是啊 那比如刚才阿威说到 就算有一些是叫做 赢不到啦 上名的 譬如说愿望之翼啊 皮甲贸弱这些是长期在一级赛都跑得好的马来的 那你就算你计算到去啦 有些是输了不入三甲的 那譬如说拼百图啊 御用画像那些 本身的能力都不是低的嘛 是啊 那所以呢 离得这里的那些三岁马呢 一定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的啦 是啊 那今年那两只 厉害啊 上楼贵富和韦少 其实本身就不是两只的 应该就三只的 三只的 是啊 因为赛前大叶门那只清冠衣服 大家都知道啦 就因为脚有点事 那所以就最后都退赛啦 没办法啦 那所以现在暂时的大叶门 就落了在他的提下拜仗 韦氏的身上啦 没错 那韦氏跑这场 爱尔兰打比啦 那应该就战神也有份跑的 是啊 就留后了一点点啦 是 韦氏就是诸德网 阿布朗拿那件衣服 那跟在第三位 其实回到来呢 哇 他的姿态 都挺轻松的 就是我有时会怀疑 究竟我看这场 还有叶森打比那一场 是不是两只马来的 是啊 那这一场大家要留意 他是换了简角能的 在英国叶森那里呢 就是用韩美尔 是啊 但是怎样都好 那一场他是冷门身份的 是啊 那么起码证明了一样东西 虽然这个 那只头马就没跑啦 星冠山莫 星冠山莫没跑到啦 但是这一只第三名再出 可以赢到爱尔兰打比 就是证据了他这个冷门 也不是那些石文石来的啦 是啊 不是就这样爆一场就没有那些 是啊 还有其实大家如果印象 就是不肆亡的话 大家回想回叶森打比那一场呢 韦市这个第三 其实是遇了不少意外 才回到来追不及跑那第三的而已 以他的走势 其实全场没断 都不差得过青莫山莫的 所以当他回思回去爱尔兰打比 对着这些对手 那当时其实就是大家一致认为有得砍的 只是得罪战神日而已 没错 那即是战神日 为什么这场跑得不好 那不知道啦 那赛后其实都有一单 几特别的新闻的 就是莫雅和我白人就搶着出来 认自己发挥得不好 就是我白人就说好像给错的命令 莫雅就说好像自己跑错 是的 那究竟是怎样的 不知道 但是当然啦 马女要跑马仔打比 其实就向来都不容易的 没错 其实我都偏向就算是战神日 有跑对也好 其实我觉得他去到最后 那两名 我都觉得他是 有点赛就放手了 演藉马其实已经尽了力了 没那么多力了 但是韦少呢 他跑完英国业心打比之后 他这一场再可以用一个几凌厉的姿态 他弹掉后面这帮对手 就是证明了他体力上 是比马女一定会好的 那么希望呢 他跑完业心打比 跑完爱尔兰打比 来到英王錦标 那个体力还可以顶住 因为都不是那么容易 还要连强都是硬仗 是啊 但是他老爸说的都是范高尔 范高尔当年有多厉害 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 看看这一只卫士 那么其实业心打比 已经跑得好了 爱尔兰打比 更加无敌姿态 赢了七个马位 看看了 拿着三岁这个让榜 走过来第一次挑战连强马 可不可以 好像上级阿大爷那样 再赢一次了 没错 那么说完这只三岁马仔 那么还有另一只三岁马女 是的 那么就是这个上流贵虎 那么就看这个英国热心像树大赛的 那么刚才都说过了 战神日这场就赢了他的 那么虽然他在 外人打比赢得没那么好 那么但是 纯计这场热心像树 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其实是一届非常之出色 就是一届好看的仗书来的 没错 其实他两个现在就在里面 在里面拍拖 拍车 那么去到直路 大家都很有印象的了 莫雅就选了进去 是 大桃李就选了出去 是的 结果大桃李回来输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算 可能两只 可能就算不要走那么远 我都觉得是上红桂虎赢的 是真的莫雅那里 是赢了叫做 祖着先机 祖着先机 还有他偷了入面 是 偷了一个很漂亮的位置回来 但是如果你说就这样去称两只马 那我想上流贵富的那个能力 应该在战神日之上的 但是没办法啦 始终你赛选赢了就是赢了 赢了就是赢了 那么你自己有时阵上做的决定 那些形势 是的 形势不理他 是的 那么你扔出去 那么你可以说 如果我选进去的战神日 有机会会输车的嘛 是啊 那么就对他博取了 是的 这些都没得计算的 但是纯计这只马 这场 那当然当然是厉害了 是的 但是唯一的担心点就是究竟 因为这场的杖雪始终 就是这头二名是真的 出了真力的 我觉得 是啊 两只马真的斗到最终的那步 那么当然啦 你都可以说 这一届杖雪其实高水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第三名那就是零雪飞之后 就赢了法国杖雪大赛的 而且是赢了的 那么所以这两只马本身能力 就是上流贵虎和战神 就一定很高了 上流贵虎本身跑这场之前 都是三战全胜啦 那么看看啦 继续用大徒利 那么很少有的啦 现在高士登怕大徒利 你买一件少的啦 那么还要这件衣服是换了的 是啊没错 就应该换了粉红色那件 是啊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蒙龙美泰当年那件 粉红衣服加灰色斜的 是啊 那么希望上流贵虎 可以保持住这个状态 保持到这个体力 因为呢 他都有一点点体力着手啦 跑完那场 这场英国业心打飞 他本来好像还想说 跑了另一场 爱尔兰尘船 但是因为好像是因为 运输问题 就导致到他去不了 是啊 挺搞笑的 因为本身那班机 就飞去爱尔兰啦 但是谁知道 起飞前呢 就是小雀 好像就飞到飞机里 弄坏了一架飞机 那就去不了 结果呢 就真的省了一场体力啦 是啊 那么希望他就省了体力之余呢 可以来到英皇錦标 啊 拼一下位置 嗯 就是他体力用得少呢 可能他有点好处的 还要绑再揹几几磅呢 有机会 是啊 所以这两只三岁马 就是如果以上次那个 刚才跟大家看过 三岁马的数据都这么好的话 是真的有机会挑战一下的 是啊 那我们刚才都说过 大途你 就是可能有一些 就是那些贼骑问题呢 嗯 就是搞到跟高斯坦的关系很僵啦 是 啊 这位骑士都很厉害的 唉 又是飞起了他 又是跟那些贼骑问题有关的 是啊 那就是万胜飞啦 没错 跟大家看他日式大赛啦 虽然这场就没有转播 但是现在跟大家看一条片啦 那为什么刚才阿威说 会影响到贼骑权呢 那今次其实就不是 易见令骑的啦 没了道进城 那其实星期一节目 都有跟大家讲过 星期二啦 那快讯都跟大家讲过 其实就道火线就好像说 源于真是这场日式大赛的 是的 那以致令到万胜飞的马猪团体呢 就决定不同意见 然后他续约 是的 那其实一直没续约的 是的 是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怎么都好 那这一场呢 其实叫做今季季内复出啦 是的 那跑2000米日式大赛 嗯 那他呢就选择了 我选择了进去的 是 去到最后呢就塞车 然后呢就再移出去冲的 那待会我们再看清楚少少少了 是的 这一天祖红色衣 是的 祖红色衣保证他 是的 那这场头马就当然是包尾那只啦 奋斗力赢啦 那也都是 阿神苏兴奋得制要停赛的啦 是的 那那 那告诉你听 神级骑士 真的是神级骑士 没错 素命伦间那条路啊 一绝那么漂亮 前面还有些原野暴导啊 是的 带着他上来 是的 带着他上来的 你看 在这里 啊 易建宁 易建宁都还没找到位的 还在那里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嗯 结果他还好像要兜 奋斗力外面那样上 是的 因为奋斗力叫做 刚刚好就 拍着原野暴导 就block死了 万胜飞啦 而其实大家 你看到直路初段 易建宁是很立心坚持 一定要拿个位的 是的 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 那么当然的报道 现在这样挖了他之后 他又想拿 又没有了 又变成了奋斗力 就先走了 那但是你看到 最后那几步呢 其实万胜飞冲上来的勢呢 就是真的有得赢的 是的 应该就赢的 那个是他来的 是的 是的 那么 但是怎么都好 即是既然都是这样 哎 就是易建宁的发挥 就是希望换了 杜晋成会好一点点啦 我想亚氏谷今场赛事呢 杜晋成不敢进去的啦 是 输他都要走出去的 那当然啦 但是就是 我们其实之前 都有品提过这只万胜飞啦 其实都有跟大家讲过就是 这只马2400呢 其实严格来讲 就不是他的售本路程来的 他跑得好 是真的2000米 是他最耍加的 那么究竟 2400再对着 刚才 说过两匹三岁的新星啦 叫做 或者是一些本身 是2400米的路程 已经是赢过 过有实證明的马 会不会是相对输失了一点呢 少少啦 不过就 他就起码叫做 跟亚大爷 输大概过几马位的距离啦 那还有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场地 因为场地比较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啊 英国最近呢 受热浪侵擇 40度 40度 保持住 都是一个高温的状态啦 那就算平时 我看回天气报告 最少都是26至28度 嗯 我相信那天阿士谷的那个赛道呢 都可能跟沙田差不多 硬框框的 硬框框的 那万胜飞呢 他起码跑过那些 杜拜地是可以的啦 是 也是 是 那 就 想小样东西咯 因为我觉得 我们接下来说这一只呢 想的东西也有很多 是的 这个就是会受制于场地的影响 是的 就是这个 上届的海船门大赛冠军 是 经济私财 那当然啦 那一场其实 我们自己都有品系过这只猫啦 其实都那场发挥得很好的 阿庞可了 那 这一批海船门大赛冠军 就 因为他出道以来 其实一直都跑德国 是 甚至他跑海船门 那大家都知道 法国和德国都是偏临的地 是的 就算是快地 就是偏快的场地都好 快极有限 是的 快极有限 而且是没有那么硬的 是的 所以就是 其实真的好看天造人 那当然啦 刚才阿威都说 就算天气报告到时候 说当日是26-28度啦 那叫做 他的预测就是说 会多云 间中有雨的 那真的看下是没有奇迹出现了 这些就好像真章一样要跳球羽舞的 是的 但是顺鸡的马 那当然他上届 就是上年 海船门大赛是很出色的 那个姿态 那今年复出啦 那跑了一场巴登经济大赛 那一场呢 如果你纯计跑那一场呢 你就真的很多人害怕的 是的 又输到十八个马 我真是吓死你 吓死人了 我心想这就是海船门大赛的冠军来的吗 那但是幸好 今天就休息了一个多月 那在这场上 沙錦标就复出了 那始终都是很高级数的头马 那结果就赢回 在巴登经济大赛赢的那只英飞 那英飞这场就变成是 就是白鼻孔那只 就输到没得跑 而精细思材 跑回正硬的水准 拿回正硬的跑线 一冲 其实是没得跑的 是啊 那但是 都有一句了 最重要是看下地他对不对 嗯 因为他跑的都是德国法国的地 所以我们查过他的记录 他在德国都跑的那些好地 我想和英国那些好地 都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是的 那所以他落到场的 那个实际 那个战斗能力是怎样呢 我想到时候要再看 是的 但是当然啦 他继续用阿婆可乐 他就是 其实小佑是真的不转骑斯的 是的 真的很熟马性 那还有今场其实只有六只马 那个feel就真的很小的 嗯 那他通常这只马 都是惯上大家知道的 流埋和你入彎就爆了一段劲 是的 那变相就 他那个跑法上面 就没那么太多东西要担心了 是啊 那有时候 就是小马场合都是比较少的 是的 没错 哪个比较少就哪个赢了 是的 那这场我们和大家看的 就是加冕杯 那至胜一击呢 其实就没跑错的 是的 但是回到来不够命令跑的 会不会很失望呢 是的 就是他在这个杜拜跑这个司马经典赛 嗯 他输给大帝那些对手 那 情有可原 伊比尔族始终都是比较高的 是的 没错 那你来到这里 你对着命令高解像而已 是的 但是你都可以输 嗯 这场他还是大熱满身份 是的 理论上是应该要赢得才合理的 那如果你连这场你都赢不到 你打算赢英皇那样飙 我觉得就好像有点 有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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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点远 是的 因为这场智胜一击 其实就是 你叫做严格来说 他出道到现在这么久 赢过一场一级赛就是加冕杯 是的 但是那场就是叫做落罪大雨 那 斗席我爱惜 那便赢了 而他身后的对手 其实真的不太强 又是波尔明 日出之国 日出之国 正在退的叶比亚巨头 是的 这些这样 所以你说本身其实 他就是叫做 是不是可以成功 衛免到这场加冕杯 本身已经有些疑问 没错 你可以说他 杜币斯文经典赛 那时候跑过很近的第四 来香港跑 香港苹果跑第二 但是 你都要称回那些对手 一来 是的 还有你这场好像刚才阿威说 你对命令和高解像 两个其实都是一级赛 没赢过的 没错 你贵为group winner 你最后是输给命令的话 其实你放在这一组 你对着 你不要说精细之材 你精细之材是海船门大赛军 你不要说精细之材 你不要说精细之材 韦士和上流贵虎 我都怕你未必过得到 是啊 所以我都比较担心 他的实力问题 而且他这一场 跑六个马 他都放在前面 嗯 我想阿士谷你放在前面 就哪一只没有人走的 是的 还有那句 刚才你都说他在香港跑的第二 是 他输给什么 要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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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到日本 那些2400 或者2000 你要数 要不平 我也不知道数到第几个了 是啊 就是他是那些二线头 一线尾的一级赛马 是的 那如果你连要不平 你都准备不了的 好实实 就是我们总是想着 十二月过后 希望他今季回到英国会有进步 是的 但是好像这个进步幅度 都是这样的 没有说再有什么新的突破 導致到他整天都是在这些一二级赛里面 是跑得近了 只可以是 而且始终自食一击都曾经受过伤患 影响过 所以 对他的战斗力是有些折扣的 还有再看看他今次配搭 其实就换了人 又不是大马田 大马田 大马田还没好 就会比较难一点 是啊 那可能大马田跑高一班 是 那到时大马田 就是希望他快点好出来跑 我也希望他尽快折回手 你说默柏承讯 我更加担心地发现 因为那个不是 因为前一次那位是谁 大蚤里 是啊 没错 那最后一只 因为六只马 都可以和大家一起看 那就是一只波耳鸣 是啊 那效益錦标 薄压这一张 跑得漂亮 赢得漂亮 抵赚的 是的 100分的真的不是开玩笑 就是波耳鸣 能够可以 在亚士谷赢得一场下距錦标 我觉得都算是这样的 今季任务目标完成的了 其实是的 因为大家知道波耳鸣有一些 不是很顶级的嘛 是啊 有时都会拿来做开路先锋 那接下来海旋门大赛 都挺大机会他开路的了 拿来做 那这一场被他叫偷渡 那当然你都可以说 赢的对手 那你就看上去 好像赢巨峰罗欣很厉害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巨峰罗欣 好像跑不回 跑不回 因为上年两只高多分 跑越差 因为他过了去法国跑那步记错 那一场都输得挺肉酸的 是啊 所以这一场的水准 都是可以称一下的 嗯 但是你说如果要跑到一些干快的硬的 我宁愿选择波耳鸣 都比我选智胜一击 哈哈哈 真的老老实实 虽然啦 我们后面那只巨峰罗欣 是在落的 是跑不回的巨峰罗欣 但是起码叫做赢得先 最大问题是智胜一击 连命令都可以输那一刻 我就过不了自己的 是啊 是啊 那因为波耳鸣一来快地OK 是 二来他都是主动 没错 而且大家都记得了 他上年跑 肉马者杯草的大赛 其实他放到最终 才被伊比尔族追过 是啊 是啊 那这一场他也是放的 这一场也是放的 是啊 你六只马小的感觉 我掌控步促 用了幕下上去 万一你前面有些 即是后面有什么东瓜豆腐 我先前走 你真的有机会追不到的 是啊 即是如果你易建宁那些 万胜飞在后面塞车 杜中成 是的 这一跳杜中成 那即是谁塞车 谁坐得少 就是谁赢 是啊 是的 那你放到前面 相对错的机会就少些了 是不是 那所以 那其实今年的英雄的Mill 虽然就给 都只有六只马 但是已经比上年就好些了 多一只 那但是 你称下去平均的水准呢 其实你说有高级数的马 其实真的多的 没错 因为两只经典系列的 三水马出来 有海船门大赛冠军 有万胜飞 是的 所以其实看就好看 但是 因为人事又转了 而且到时的场地 还是很硬碰 那真是 像阿威说 哪一只比较少些 就应该就是冠军 是啊 那到时你看到前面那些场地 是你放 还是你追 因为有机会呢 不是用最入面的 我相信 可能会移少少难出来 因为他会 还要淋水 那看哪些跑道 淋少少就用哪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 那些欧洲马 如果跑那些欧洲干块地 干块到好像日本 香港那样 我想十只去跑 十只都会伤 是啊 因为真的那些地 很硬碰碰碰 你对那些欧洲马来说 那只脚都很疑伤 你想想一下 帐王来到香港 跑那些硬碰碰的地 都跑到脚痛 是啊 所以呢 希望到时的场地 不要影响太多 但是这场马 的确实是挺好看的 是的 六只马 如果要选一只 你觉得哪一只最好 如果被我选的话 我最有充劲的 当然就是上流贵妇 那始终他 阳王最多 和他体力来说 都占优的 是啊 那看一下这匹马女 那可不可以 就是输了 帐戌大赛 都不紧要的 那可以在这场 英王錦标保重 是的 那其实再减下去呢 我想都是减回 另一只三岁的韦氏 始终的实质 都是够劲的 最重要是 希望我体力多捱一场 是啊 那就是韦氏 和上流贵妇 三岁呢 就有着数的了 那看一下可不可以 真的可以一战功成 捧到这场的英王錦标 是的 那今集的英王錦标 但是我们都很快再见了 因为开场白阿威也有说过 跑完英王錦标 就很快到光明鼓活的赛日 就有三个赛日 一级赛日 那到时呢 我们都会有节目的 所以记得留意着我们的节目 那下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明天见 比赛 致 15 明天见 明天见